第115回 陸小鳳出了幽靈山莊之後又回頭 見到老刀頭之後 他還要說我知道你不會殺我的 老刀頭問他為什麼 陸小鳳說 我知道你現在正是等人用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我是個很有用的人 老刀頭就說 我為什麼要用你 我想要做大事就一定要用有用的人 你知道我要做大事嗎 是,要創立這片基業 就要耗盡很多人力物力 要維持下去更加不容易 就算同親你定合約的人都要收十萬兩 都未必可以應付得到你的朋友 就算賺得到些 以你的為人都絕對不會為錢錢浪費這麼多心機 所以我可以肯定你這樣做一定是另有圖謀 以你的才智所圖謀的當然是一件大事了 嗯,好,你跟我來 又是經過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 在冷靜在神尾 mood 是一間古老的石屋 裡面的陳設就是很古樸的,也很陰森 現在,屋裏面已經有三個人坐在那裡,三個人本來都已經死了,就是鐵鉤、表哥、管家婆。 三個人現在站在神台面前,看著陸小鳳走進來。 陸小鳳雖然努力在那裡控制著自己,不過你說不怕就假了。 老刀頭就說,現在你明白了。陸小鳳就說,我不明白,我一點也不明白。 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局,他們做的事都是我安排的,目的是要試探一下你。 你是不是懷疑我是來臥底的呢? 無論什麼人我都懷疑,這裡每個人都是經過考驗的。 顧飛雲殺的那些,都是經不起考驗的人。 哦,那我明白了。你特地放我走,都是想試探一下我,看是不是真的被西門吹雪逼得走投無路。 嗯,你如果不回頭,現在就已經死在那片食人的樹林裡了。 那你怎麼會猜到我會帶柳青青走呢? 是不是由他來負責殺我呢? 嗯,不過是一個意外。你如果不回頭,他都要陪賣你死。 你現在,你明白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知道。你想考驗一下我,看看我是不是一個真的值得給你用的人。 嗯,你好好,你的武功、機智都不錯。 最重要的一樣就是,你沒有在我面前說謊。 哈哈,既然明知騙不了你,無謂說謊。 什麼?你是個聰明人,我喜歡聰明人。 所以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拍檔了。 只要不出這個山莊,隨便你做什麼都行。 我相信你這麼聰明的人,絕對不會做些傻事出來的。 傳我說話,今晚擺酒為陸小鳳接風。 管家婆於是立刻就去辦了。鐵鉤和表哥也都跟著出去。 老刀頭又說,你這間屋被人拆了。 從今天起,你可以搬去清清那裡。 嗯,那我已經是個老人了。 老人很容易不記得很多東西的。 就是一樣東西,我是不會不記得的。 到時,我一定會告訴你。 綠小鳳沒有再問,他知道老刀頭說的說話就是明明。 那這晚,果然就大排研席為陸小鳳接風了。 那些酒菜都很豐盛,只是酒都有十二種那麼多。 那研席的形式也都很古老,十八張長桌就擺成半個口字形。 老刀頭就坐在正中,他的左邊就是綠小鳳。 那大家對綠小鳳的看法完全不同了。 不單止因為他是宴會的主賓, 而且突然之間就變成了老刀頭的親信。 第一個起身向他敬酒祝賀的就是鐵鉤,就是海棋闊。 然後就是表哥、管家婆和獨孤美。 唯獨葉寧始終都沒有望綠小鳳一眼, 因為綠小鳳身邊現在坐著柳青青。 這個食人的寡婦好像變了,變得很溫柔、很安靜。 老刀頭還是戴著那頂大大的竹帽, 連坐在他身邊的綠小鳳, 是一點都看不到他的臉。 他吃東西吃得很少, 喝酒就更加少了, 說話也不多, 不過大家對他都是很服從、很尊敬的。 今晚,列席的人就多過平日, 一共有五十九個人。 那麼綠小鳳雖然大多數都不認識, 不過可以想像得到, 這些人, 往日一定都有一段輝煌的歷史, 不是百萬家才的世家子弟, 就是紅霸一方的武林豪傑。 不僅身份都很高, 武功一定都很不錯的, 如果不是, 根本就沒有資格來得到幽靈山莊。 那麼綠小鳳就靜靜地問柳青青說了, 是不是人都到齊了? 柳青青就答說, 只有兩個人沒來, 一個是歐雲使者, 她從來都不跟別人相處的。 那麼還有一個是誰? 還有一個是葉玲的姐姐, 葉雪, 她很喜歡打獵的, 經常一出去就十幾天了。 她怎麼可以自由出入呢? 是老刀頭打她的。 這個女人很古怪的, 她要做一件事從來沒有人難得住她的。 她就算在這裡也不理人的。 為什麼? 爛高鬥。 那麼柳青青就很不願意說這個人, 更加不願意跟綠小鳳談這個人。 誰知道, 講曹操就曹操到, 突然之間, 有一隻豹從門外飛進去了, 嗶嗶, 聲音, 就跌在他們的桌面前。 葉雪就跟著這些豹進來了。 陸小鳳立即見到他, 葉書的人就像一隻豹一樣, 很美女, 很敏捷, 很冷靜, 和很殘酷。 唯一不同的就是, 豹是死的, 是被他打死的。 這隻是他打死的第十三隻豹, 附近山谷裏面那些豹幾乎被他打了, 他的人很喜歡打獵, 更加喜歡獵豹。 聽說, 在所有的野獸裏面, 最凶狠, 最敏捷, 最難對付的就是豹。 就算經驗豐富的獵人, 都絕對不敢單身一個人去追一隻豹。 幾乎沒有人敢去做這種又蠢又危險的事, 葉書就不單止這樣做, 而且做得很好看。 你看看, 她是很沉靜, 很內向的女人, 不過她是夠膽去獵豹。 她的樣子很漂亮, 很柔弱, 不過又像一隻豹一樣, 很敏捷, 很冷酷。 這麼多種又複雜又矛盾的性格, 就集中在她身上, 令到她一種很特殊的魅力, 就連陸小鳳都沒見過這種女人。 現在看到她, 幾乎就不記得身邊的柳青青了。 葉書進來之後, 一直就看著老刀頭, 她問說, 你知道我表哥死了嗎? 老刀頭是鴨鴨頭。 你知道是誰殺了她嗎? 老刀頭又是鴨鴨頭。 那是誰呀? 陸小鳳, 心好像突然之間斥起了那樣。 這個女人獵豹, 豹都打死了十幾隻。 現在為了復仇, 甚麼事做不出呢? 不過老刀頭就答得令陸小鳳很意外, 她說, 是西門吹雪。 你一定記得, 你哥哥以前說過, 說他如果是死在西門吹雪手上, 就絕對不准任何人為他報仇。 因為一定是一場公平的決鬥。 那其實, 雲西門吹雪報仇只會去送死。 那葉雪聽了之後, 整個在發震, 然後突然之間坐下來, 大聲說, 拿走來。 那送酒給她的就是管家婆, 送了一程剛剛開風的酒。 好, 葉雪眼尾都不熟, 她說, 你最好離我遠一點, 越遠越好。 管家婆居然, 真是走到遠遠。 葉雪又說, 誰來陪我喝酒? 海棋褲就爭著說, 我啦。 你不夠知道的。 老刀頭這陣子突然打拍了陸小鳳。 陸小鳳就慢慢站起來, 走過去。 葉雪就看了她一眼, 然後問說, 你就是陸小鳳? 是。 你喝得? 喝得? 好。 拿一碗來? 大碗? 拿來的碗真的很大。 葉雪喝一碗, 陸小鳳就喝一碗。 葉雪不說話, 陸小鳳也不開聲。 葉雪不再看陸小鳳, 陸小鳳也不再看她。 兩個人打對面坐在地上, 你一碗時我一碗。 一碗酒起碼有八兩。 那時候那些斤兩和現在當然不同了。 八兩大概都有現在半斤那麼多。 很快去, 十幾碗酒就下肚子了。 葉雪居然面不改色。 到那程酒喝光了, 她就站起來。 立正不出地走出去。 陸小鳳也站起來。 不, 不過覺得我頭有點暈暈的。 老刀頭就問話。 怎麼樣? 沒什麼怎麼樣? 我真的想不到她這麼好酒量。 我也想不到, 我沒見過她喝酒的。 你也沒見過? 沒人見過。 今天是她這麼大的女兒第一次喝酒。 喝到忽下忽下的人, 最喜歡的就是那座床。 柳青青那座床真是很闊、很大、很舒服。 陸小鳳去到, 偏偏, 柳青青就不讓她睡。 一進屋, 柳青青就找了一程酒, 坐在地上, 然後說。 誰來陪我喝酒? 陸小鳳就前望望, 後望望, 左望望, 右望望, 然後說。 這裏, 好像是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你喝得? 我, 我不可以不喝。 不行。 不行。 那陸小鳳就唯有坐下來陪她喝。 她都知道, 一坐下來就一定醉了。 結果, 她真的醉了。 到她醒了, 柳青青就已經不在屋裡頭。 她一個人就睡在床上, 連噓都沒有脫。 頭痛得發聲。 她不想起床, 想多睡一會兒。 怎知, 窗口外面有個人在叫她, 那個窗是開的。 叫她那個人就是獨菇美。 獨菇美說了。 我來過三次了。 我看你分得很軟, 我不敢吵醒你而已。 你找我有事嗎? 沒有嗎? 不過, 這麼久沒見, 我想找你談談而已。 那陸小鳳這個人真的很重有情。 有朋友來找她, 她就算很辛苦也不會拒絕。 獨菇美說了。 我們最好出去見, 我怕見到那隻花寡婦。 那陸小鳳真的跟了她出去。 外面還有霧, 霧很冷、很潮濕。 獨菇美的傷勢雖然好得很快, 不過似乎有點心事。 她說, 其實, 我早就想來找你了。 就是怕你生我而已。 我怎麼會生你呢? 因為鐵鉤他們是我介紹給你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會害你的。 那你當然不知道, 你是我的朋友, 你一直都在幫我。 哦, 糟再, 糟再我昨晚做錯了一件事啦。 什麼事呢? 昨晚我喝大了。 胡哩, 胡桃, 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 現在他們三個人都知道, 葉菇紅被你殺的。 毒姑美講的三個人,指的是表哥、鐵歐和管家婆 陸小鳳一聽笑不出 雖然只見過一次面,他已經很了解葉雪這個人 他當然更了解葉寧,毒姑美又說 我斷說,這裏沒有人敢葉他兩姊妹的 他們若知道這件事,我就一定會來找你拼命的 你雖然不怕他們,不過這些人真是名槍義黨,暗戰難防 所以咯,所以怎樣? 所以你最好想辦法封住他們的嘴巴 哦,你又要我對他們友善些,不要跟他們作對 如果他們有事找我,我最好不要拒絕,是不是? 毒姑美看著陸小鳳,突然出來騙騙他的手 毒姑美說,我對不起你 說完,他就寒起個背走 陸小鳳,真是看不透這個人究竟是他的朋友 還是隨時都打算出賣朋友的人 現在,他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就是 鐵歐他們一定會很快有事找他 會是一件甚麼事呢?他連想都不敢去想 亦都不得閒想了,因為就在這時候 已經有一度見光,閃電這麼快就向他刺過來 啊,不單是快,而且很準,不單是準,而且很毒 啊,陸小鳳真是財過險攤,又如激流 不怪得人家說,人衰起上來就走步路都打到吞,飲滾水都失牙 那究竟陸小鳳的性命如何呢?我就明日再講了 第116回 昨天講到獨孤美走了之後,突然之間 有一套劍光閃電這麼快向陸小鳳刺過來 因為陸小鳳真的想不到,這裡還會有人暗算他 他幾乎完全來不及閃避 幸好他是陸小鳳,幸好他還有手 他突然之間伸出兩隻手指一夾 啊,世上有千千萬萬個人,千千萬萬個人都有手 手上面都有手指的,不過他這兩隻手指可以說是最有價值的 因為這兩隻手指是救過他很多次命的了 這一魂也不例外,手指一夾,就夾著刺過來那把劍 他擔過頭一看,看到一對很大很漂亮的眼 啊,原來是葉雪啊,陸小鳳心虛了,他說 你,你知道了,葉雪就說 是,現在我才知道,陸小鳳果然不愧是陸小鳳 我總算沒有找錯人 你,你來找我嗎?你來找我還是來殺我? 我只不過想看看你這一招明文天下的絕技 你如果接得住我這一招,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我如果被你一劍刺死呢?那就活該你死 那現在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嗎? 是,你跟我來吧 陸小鳳就跟著葉雪了 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穿過松林再走一段山坡路 就聽見流水聲,流水又不算急,在這裏集中成一個湖仔 四面山色清脆,風景的疑人 你說一個人如果沒事,有空在這裏坐下,心胸都開闊些,煩惱都少些 綠小鳳想不到,幽靈山莊還有一個這麼優靜的地方 看來,這個地方葉雪經常來的 他為何要帶綠小鳳來這裏呢? 綠小鳳不知道,所以他問說 你究竟要我做甚麼? 葉雪站在湖邊看著遠山,聲音很溫柔 不過說出來的說話真的嚇人一驚 他說 我要你做我的丈夫 綠小鳳突然覺得,呼氣都不自然 我還是個處女,從來沒有男人碰過我的 我嫁給你之後,也絕對不會讓任何人碰我 那我想... 你答應嗎? 我想,你一定還有一些條件要我答應 我要你做的事,對你也同樣有好處 我要你幫我去殺了西門吹雪 聽他這麼說,綠小鳳就沒有反應 這個要求他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葉雪又說 我們如果找得到他,他一定會立刻出手殺你 因為他絕對不會讓你第二次逃脫的 那我們根本不用去找他 只要我一走出這個山爬 我想他立刻就會找到我了 我知道,如果我去找他一定很難 所以我才選中你 你想我去引開他的注意 然後你才有機會殺他,對嗎? 他一定不會留意我的 因為他恨你 也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只要你夾著他的劍,我就一定殺得到他 我如果夾不住呢? 要對付西門吹雪,本身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不過我想了很久了 只要你肯答應,我們至少有七成機會 或者你的機會也不止七成 因為就算我失手 你也可以趁他把劍還留在我胸口的時候殺了他 這一層,你怕早就想好了 所以你才會向我保證 說以後絕對不讓別的男人碰你 因為你想我死得安心一點,對嗎? 我的確想過,你的機會很微 我也知道,你一向是個賭徒 只要值得賭,你一定會落著的 各位,這樣兩個人說話 就未必說四眼相對 有時候都會看開一下 這時候,陸小鋒再望望葉雪 他發現葉雪這時候是全身赤裸的 山風清脆,湖水碧陸 葉雪亭亭玉立的站著,簡直是美得暈的 他處女的身軀簡直是白欲無暇 他看著陸小鋒,過了很久了才說 只要你答應,我現在就是你的 他講得很自信 他相信世上絕對沒有任何男人會拒絕他的 陸小鋒呢?他吞了很多次口水 然後才說得出話 我如果拒絕了你 一定會有很多人說我是傻的 不過... 不過你拒絕了? 我只不過想說一件事給你聽 你說 你大哥不是被西門吹雪殺的 你怎麼知道的? 他死的時候,我就站在他面前 從劍上擠出來的血 幾乎還擠到我身上 那是誰的劍? 是他自己的劍 你騙我 你騙我 陸小鋒就等葉雪呢? 情緒稍微好一點 他又說 你是我見到的女人之中最漂亮的一個 我本來立刻可以得到你的 我為什麼還要騙你呢? 你自己想想 講完 陸小鋒就走了 走了很遠之後 他才轉回頭 從樹木之間 還可以看到葉雪 葉雪還是動都不動地站在那裡 整個白玉雕成的裸裏 跟神秘的大自然融為一體 真是很漂亮 有人說 未好的事 總是會遇到悲慘的衝擊 也有人說 紅顏多拼命 世界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多人都探索過 不過 都未曾有一個很好的結論 那陸小鋒就不敢再多看幾眼 他怕著自己會走回頭 他走得很快 也走得很遠 不過走著走著 他突然發現 突然發現 閉加火 蕩失路 加上四周圍的霧又大 更大於幽靈山莊那邊 眼力很好 都是看到兩丈遠 而且 好像越走著離山莊 越遠 又是走著一陣 還是找不到路 死火了 怎麼回去 陸小鋒覺得有點肚餓 也覺得有點累 突然之間 他聞到一陣救命的香氣 那些香氣其實不是很厲害 他馬上聞得出 是宵夜套的味道 那套就不會說自己燒自己 燒套的地方即是有人 這層可以肯定 不過 附近唯一有人住的地方 應該就是幽靈山莊 這裏怎麼會有人 他再聞一聞 知道那些香氣 是從偏西方向傳過來 於是他就向著偏西方向走 越走 看見山西似乎更加險峻 地形是一路向下走 那燒套的香味 這陣時似乎混合在一種沼澤裡 才有那種偶臭的味道 嗯 是什麼人在這裏 就是這陣時 前面突然響起一種很怪的聲音 他就加快腳步趕過去 於是他見到龍毛之中 哎呀有個好奇怪的影 他看得出絕對不是人影 又不像是野獸 他一見這個影 就覺得好得人驚 想作嘔 對面那個影 似乎在那裡吠下吠下 到陸小鳳大膽衝過去的時候 那個影又好像沒有了 陸小鳳立刻打個冷震 按掌倒撐住了很久 這個是發現 味道的門神 我又只划罐 這個人的地方 曲名 這個人弄滿名還得確實 不知是走人的了,不過陸小捧不會,他先在十象之內藤藤圈畫著,然後展開地毯式搜索,他發覺那些泥和那些樹葉都很濕,即是說這裡很接近沼澤,就只有一個地方稍為乾爽些,上面那些落葉似乎還是鋪過的。 於是他就滑低身,撥開一些落葉,用鼻去吻,用舌頭去舔,果然舔到有燒炭的味道,似乎還有一些野兔的油脂味,於是他就繼續滑下去,滑滑一下就滑到一些枯枝,還有幾條拌得很乾淨的骨頭,還有一支用樹枝做的燒烤叉, 那些叉上面,現在還黏著一些食證的兔肉,啊,只要有手的人才可以做得出這種燒烤的丫叉,只要有牙的人才可以滑得這麼乾淨的骨頭, 而且啊,只有人才是熟食的動物,那就是說這個地方有人,這個人不單止對手很靈敏,而且做事很仔細, 如果不是綠小鳳給著另一個都找不到,那這個人究竟是誰呢?怎麼會來這裡呢?是不是為了逃避別人的追蹤啊? 啊,正說那個怪影又是甚麼來的呢? 綠小鳳全部想不通,就因為想不通,所以他更加好奇, 不是啦,能不能回去也沒關係啦,找出這些答案先,於是,綠小鳳就坐下, 先是將那塊兔肉貼著那些泥就撕掉了它,再是撕成一條條慢慢吃,那這些兔肉就沒有鹽,又燒焦了,又翁過在地上,吃了真的沒有泥聞味, 不過沒有泥聞味都要吃的啦,無論做甚麼事都要體力才行的嘛,那有些東西落肚之後,個人就舒服一點了, 他躺下,就打算休息一下,然後再找的,誰不知,一躺下就起不了身啦, 他覺得有些天旋地轉,那些農務好像越升越高那樣, 他自己呢,整個人就好像突然跌了到一個軟臨臨的毛底深潭那樣, 世上那些東西似乎離他越來越遠,世界就變得很漂亮, 他好像是已經那些痛苦解脫了,沒有了那樣,這種輕鬆甜美的感覺, 好多人是行都行不到的,不過陸小鳳就覺得好得人驚, 他想說站起來啦,哎呀糟,全身的肌肉骨折都全部好像散了那樣, 就是這一陣子,哎呀,他又是見到那個怪影啦,扭下扯下,好像個玩爛了的布公仔那樣, 整身軟臨臨的,身上任何部位都可以隨意扭曲的那樣,啊,那人人都有骨頭,有關節的,這個人沒有的, 陸小鳳正想說集中注意力來看清楚點,這陣子,那個影子說話啦,他說, 你是陸小鳳? 不單止那個人怪,聲音都好怪,好遲鈍的,不過絕對是把人聲來,這個影子不單止是那個人,而且還懂得陸小鳳, 聽說陸小鳳是從來都不會中毒的,現在為甚麼中毒呢? 各位,這個影子說的這個問題,連陸小鳳自己都想不通,平時飲食當中只要有一點多毒, 無論是甚麼毒都好,陸小鳳立刻可以察覺到的,影子又說, 好啊,說你知啦,這些是大麻葉,我喜歡用它來燒烤肉吃,我吃了就會學神仙這麼快活,你吃了就會全身無力的啦。 好啊,正話,你聞到肉香,就已經吸入了這種毒,到你再去吃那塊肚肉,就絕對不會覺得不妥啦。 蛤?那你是故意引我來的? 不是,不是,那塊肚肉,是我故意留下的,你若果找不到那塊肚肉,我或者放你走。 那塊肚肉,這麼不幸運,你找到了。 甚麼不幸運? 因為,我不可以讓任何人知道我在這裡。 講完,這個影子很古怪地跳過來,點了陸小鳳幾處月道。 好啊,他那對手看起來,好像是那些爛了的蛇皮一樣。 不過他點魚的手法真是很準確,很有效。 那麼他對手其實都未算難看,樣子才肉酸啊。 他,陸小鳳看著看著,直接打個冷陣。 那個影子又笑了。 呼呼呼,現在你見到我,你是不是覺得我很難算呢? 避着你,被人从几百样过的山崖那里推下来,又在那些烂泥坊里, 热了几十日,你都会变成我现在这样的,我以前年轻过你很多的。 你被人从山崖上推下来,然后又在那些烂泥坊里热了几十日,你都没有死? 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死?可能是天月了。 事实,这样也不能死,捱到现在真是奇迹, 奇迹就要归功于那些烂树叶。 沼泽中那些弄烂的树叶,就会产生一种很奇异的霉菌。 好神奇,可以治好那些损手烂脚。 各位,陆小冯都算经历多了。 人又见过时,鬼又见过。 哈,这个不是人,不是鬼的东西他都见过了。 好了,各位,究竟这个影是什么人呢? 又怎会被人从几百丈高的山崖推下来的? 又怎会被人从几百丈高的山崖推下来的? 这个人影就告诉他,说是被人在很多年前从几百丈高的山崖推下来,搞成这样的。 又告诉他,就是靠吃那些烂泥里面未曾吐烂的东西,才能捱到现在。 他当时在那些烂泥里面醃了十几天后,爬回来, 他发觉那些烂泥对那些伤口有好处。 后来,到了那些伤口又是流浓, 他又是浸到那些烂泥里面醃,居然成了习惯。 后来,他又无意之中发现大麻叶,所以令到他忘记很多痛苦。 所以直到现在都未死得。 陆小冯听了之后就明白了。 他明白这个人的身体,为何可以像蛇那样,可以随意咬扭折弯都可以。 正所谓是环境造人。 生命的那种奇妙的韌力,万物之中那种奇妙的配合,是人类很难想象得到的。 陆小冯这阵时就渐渐觉得,眼前的事物恢复回原形了。 即是说那些弱力就渐渐消失了, 不然越到现在被人碰住。 他问说,你知道我叫陆小冯的吗? 你认识我吗? 那条人影又说? 不认识。 不过,我见过你。 你什么时候见过? 正话。 你正话见过我? 你知道我的秘密,我本来要杀了你灭口的。 就是因为我正话见过你。 所以才没有杀了你。 为什么? 因为你不算是个坏人,没有乘机欺阿雪。 阿雪一向很乖。 不是,我不让人欺骗他。 你是他什么人? 世门翠雪,为什么要杀你? 你和他有什么仇? 不,陆小冯想一想,决定就照直说了。 他说,他见到我和他的老婆睡在床上。 是吗? 现在我明白了。 你来山葬干什么了? 我就是来秘禍了。 你不是。 是。 连你都不想死了。 何况我? 你不怕死, 你来这里, 只不过是为了打探这里的秘密。 连阿雪这么漂亮的女人, 你都不厚。 你怎么会厚西门推雪的老婆? 那…… 那我再问你一句了。 你问吧。 我若是奸细, 老刀头怎么会放过我呢? 他这么有本事, 你应该知道得比我清楚的。 听陆小冯这么说, 故影突然之间全身都震了, 整个人都缩了一疙, 好似是生气得震了, 又好似是害怕震了。 陆小冯又说了, 你一定知道, 因为就是他把你推到山崖。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叶雪, 我绝对不会害他的父亲。 你……谁是他的父亲? 你。 那人一听, 立刻整个人都瘫了下地。 不过他没有死, 过了很久了才说。 没错, 我就是他的父亲。 大家都以为我死了。 连他们两姐妹都以为我死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你还在生呢? 千…千万不要告诉他们, 千万!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不可以让他们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我说完, 他突然之间, 把耳朵贴在地上。 听了很久了, 他压低一把声说, 千万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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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说我, 我求求你。 小伙伴说,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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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 这个影子就飄走了。 又过了很久了, 綠小鳳才聽到腳步聲,有個人踩著樂業走過來, 綠小鳳很希望來的是葉雪,不過很可惜, 來的不是葉雪,是葉寧。 他見到綠小鳳,自己嚇得驚,不過馬上鎮定了, 他問說,我剛才聽到這裡有人說話, 你跟誰聊天? 綠小鳳就行嗎?沒有,跟我自己。 你何時開始喜歡自言自語? 就是在我發覺連朋友都不可靠的時候。 那你為何一個人躺在地上? 因為我喜歡,葉寧笑一笑,翹上雙手, 圍著綠小鳳就繞了兩個圈,然後他問說, 你自己點住自己的穴道,又是因為你喜歡了。 綠小鳳都不得不承認,這個美女真是好眼力, 不過他相信自己還是可以對付他的。 騙個美女兒,他就說, 哦,這裡的樹葉和蘑菇大部分都有毒的, 我無意之中吃了些,唯有自己點住幾處穴道, 不讓毒氣攻心。 糟糕,我點住自己穴道之後才想起, 糟糕,因為我自己解不回。 現在幸好你來到, 哎,真是謝天謝地了。 我想,你一定肯幫我解開穴道, 你一向都很本事,是吧? 葉寧一直聽她說,沒有回答她的。 這時候就說, 你等一等,我馬上回來了。 說完就走了。 葉寧一走,那個影又是出來了。 綠小鳳就說, 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答應了, 現在你放回我了。 那個影就說, 不行。 為甚麼? 因為我想看看阿靈究竟怎麼對付你。 那個臭女兒自小,古靈正貴, 她玩些花樣,有時連我都想不到。 綠小鳳很想笑,不過笑不出, 因為她也想不到葉寧究竟想用甚麼辦法來整治她。 她只是知道,這個美女真是甚麼事都做得出的。 她正想再跟那個影講條件, 怎知道,那個影就不見了。 然後她又試聽到有腳步聲。 葉寧回來了,她手上拿著一堆草藥, 剛剛是摘回來的。她說,來,吃了它吧。 綠小鳳害怕了,她說,你要我吃點這樣的。 是救命藥,我辛辛苦苦替你採回來的。 要解開你的穴道用甚麼? 只怕穴道解開之後,萬一毒氣攻心, 我就麻煩害了你。 所以,我一定要幫你找到解藥。 現在我種的毒,好像全部解開了。 好像怎麼行?要真的解開才行? 反正這些草藥是吃不壞人的。 綠小鳳本來還想說話,不過說不到了。 因為葉寧已經一堆草藥塞進她的嘴裡。 真是難吃,伸了幾次頸,才能吞到那堆草藥。 你說吞完後,葉寧就問她,怎麼樣? 好不好吃呀。 這叫啞嗚聲是甚麼聲音呀? す equip餅唷咲. 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變成一 equip餅。 好呀,我很喜歡一小羊蠻。 來,讓我抱你。 葉寧居然真的抱起陸小鳳,他也很大力,陸小鳳就急了。 你抱我幹甚麼?快點和我解開月道吧。 葉寧就說,現在的解藥未曾吸收得到, 這裏又不是九流之地,我唯有抱著你走。 你想抱我去哪裏? 當然是個好地方,不准吵。 綠小鳳唯有苦笑, 比一個幾乎可以做得自己女兒的小女孩抱著走, 真的不太舒服。 加上這個小女孩的身材已經很成熟, 身上的味道很好聞, 綠小鳳唯有閉上雙眼,想學一學腦爭入定, 怎知葉寧在他耳邊唱歌。 綠小鳳真是哭笑不得。 再過了一陣,綠小鳳突然發覺, 綠小鳳突然發覺, 正說吃的是催情藥, 令到他現在很難控制自己。 而且綠在, 還偏偏被一個這麼香, 這麼柔軟的小女抱著。 而這個小女呢, 她是不能動的。 於是, 她在心裡警告自己說, 她說, 人家還有一個小女孩, 我不可以跟她做那種事,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但是有些事, 你不想也沒用, 綠小鳳就知道自己身體的某一部分, 不受控制了。 唉, 這人慘了。 她閉上雙眼, 不敢看葉寧。 葉寧偏偏看著她問說, 是呀, 你臉怎麼這麼紅的? 是不是發燒呀? 綠小鳳就不知, 說了她甚麼都不知道。 葉寧就說, 嗯, 實是那些草藥的藥力發作啦。 綠小鳳就問, 唉, 你究竟那些是甚麼藥來的? 是救命的, 還是要命的? 是要命的咯。 說完, 葉寧就突然停下, 放下了綠小鳳, 放在一堆軟綿綿的草葉上面。 綠小鳳睜開眼, 才發現, 啊, 原來是個山洞來的。 葉寧就插著腰, 站在她面前, 笑到整隻妖精仔那樣。 她說, 哼哼, 現在你不是覺得好要命呢? 是呀。 我知道有種藥, 可以治好你的。 甚麼藥? 我呢? 我才治好你。 綠小鳳看著她, 又覺得她不小了。 那, 該大的地方都已經很大了。 綠小鳳就說, 是你自己拿來的。 不關我的事, 不要怪我。 葉寧就說。 我當然不怪你了。 是呀, 你是不是一定要累死我才收貨? 嗯, 我很想救你呀。 我本來就很喜歡你的。 我也是個處女, 從來沒有被男人碰過我的。 葉寧說的話, 跟她姐姐一模一樣, 連口氣都學了。 綠小鳳突然間明白了。 自己剛才跟葉雪在一起的情形, 全被這個小女孩看到。 那果然, 葉寧就說了。 老實告訴你, 這些剛才的情形,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是你姐姐。 別說了, 她不是我姐姐。 她是我天生的對頭。 凡是我喜歡的東西, 她都要搶的。 她明知道我喜歡你先的嘛。 她都要來爭。 李雲, 我幾大都不讓給她了。 你是我的, 我要嫁給你。 唉, 那麼強行來, 綠小鳳還有什麼好說呢? 那麼過了一會兒, 葉寧就哭了。 哭得很傷心, 很委屈。 你欺負我。 你好, 你欺負我。 你害我一輩子。 綠小鳳心想, 唉, 現在究竟誰欺負誰? 誰害誰? 不過, 她沒有這樣說出來, 她想苦笑都笑不出。 唉, 因為怎麼說都好, 人家是女孩子, 而且真是一個 未被男人碰過的女孩子。 一個男人, 如果對一個這樣的女孩子 做過正話那種事, 還有什麼好說呢? 葉寧又說, 你剛才答應過我的事, 現在有沒有後悔? 沒有。 你真的不後悔? 真的。 那走吧, 我們回家, 從今天起, 你是個有家室的男人。 只要你不去找其他女人, 我一定會當你皇帝這樣服侍的。 這陣子, 直陽西夏, 陸小鵬突然覺得自己很累。 她覺得這麼大的兒子, 還沒試過這麼累。 她心想, 唉, 或者, 我真的應該做個住家男人。 不管她做什麼事都好, 都是因為喜歡我才做的。 她望望身邊的葉寧, 看到她笑得很甜, 於是忍不住牽著她的手, 這陣子, 遠處傳來幾下鐘聲, 噹噹噹噹。 咦? 幽靈山莊似乎又有起宴了。 嗯? 難道老刀頭已經為他們準備好起酒了? 那陸小鵬和葉寧回到去的時候, 宴會還未開始, 因為大家還在等著一個人, 一個不在場不得的人, 陸小鵬靜靜地走進去, 葉寧跟在她後面, 整個就煞熟似的。 陸小鵬仇眉苦臉, 她移得大家就不要看她。 誰不知, 大家偏偏好留意她, 每個人對眼都看得緊她, 表情而且有點古怪。 老刀頭見她來就問說, 你勵遲了。 陸小鵬就回答。 哦, 我盪失了路, 我… 我知道, 你聽到鐘聲, 一定會回來的。 所以, 大家都在這裡等你, 已經等了很久了。 呃, 其實大家都無謂等我。 今天一定要等我。 為什麼? 因為今天有喜事。 誰的喜事? 你的。 陸小鵬馬上吐了? 她想不通, 老刀頭怎麼會這麼快就知道了? 咦? 難道是老刀頭叫葉寧這樣做? 各位聽眾朋友,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 明天同樣時間打開你的收音機。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 明天同樣時間打開你的收音機。 第118回。 昨天說到, 老刀頭說要跟陸小鵬扮起事。 陸小鵬馬上吐了。 她想不通, 老刀頭怎麼會這麼快就知道了這件事? 咦? 會不會是老刀頭叫葉寧這樣做的? 葉寧沒有出聲, 更加不敢看在老刀頭旁邊的葉雪。 葉雪又坐在那裡, 倒下他的頭, 老刀頭又說, 這個地方本來只有喪事。 你來了之後, 總算為我們帶來一些喜氣了。 好, 大家都很贊成這件事。 你和阿雪很相對。 陸小鵬一聽, 嚇了驚, 他說, 甚麼?阿雪? 是, 我問過他了, 他完全聽了我話。 我想, 你也不會反對的。 陸小鵬又是誤了, 他身後的葉寧就馬上大聲說, 我反對。 大家一聽, 他臉色都變了, 事恩還沒試過有人敢反對老刀頭的。 葉雪這時候, 擔心他的頭, 看著他的妹妹, 葉寧就站出來大聲說, 我堅決反對, 死也要反對的了。 老刀頭生氣了, 他說, 那麼, 你最好快點去死吧。 哼, 我就算死, 陸小鵬也要陪我去死。 誰說的? 誰也會這樣說, 因為我和他, 已經是同生共死的夫人, 那句話說出來嚇了大家一跳。 葉雪的臉色更加難看了, 他說。 你, 你嫁給他? 是, 我嫁給他了, 已經把我整個人交給他了。 這一魂, 我終於搶先你一步。 他雖然不追求你, 不過他追求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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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謊。 葉寧就馬上翹著陸小鵬的手說了。 你親口告訴他, 說我說的都是真的。 這樣的情形, 就算陸小鵬也不出聲, 大家都知道是真的。 於是, 葉雪就突然立刻站起來, 推倒前面的桌子, 蹬蹬蹬蹬蹬地衝了出去。 葉寧更加有趣, 他拉著陸小鵬走在老刀頭面前, 他說, 阿雪是你的契女兒, 我也是, 你為甚麼不肯為我作主? 你, 真是想跟他做一輩子夫妻? 當然了。 好, 我替你作主, 三個月之後, 我親自替你們辦喜事。 為甚麼要等三個月? 因為是我說的。 我說的話, 你敢不聽? 這三個月內, 你們不准見面。 三個月之後, 你們若果都沒有變心了, 我就讓你們成春。 劉晴晴, 這三個月, 我就把陸小鵬交給你了。 葉寧不同意都不行了, 老刀頭的說話就是命令來的。 於是, 他扔一扔腳, 就衝了出去, 衝到門口裡, 又轉回頭, 對著陸小鵬說, 哼, 你聽著, 你敢碰一碰另一個女人, 我就去勾一百個男人給你看, 讓你帶一百頂六毛。 那大廳的宴會很快就散了, 柳清清叫他除房的工人炒了幾道菜, 他個人一向很懂生活程序, 他很了解男人。 那陸小鵬不說話呢, 他就說不出在旁邊陪, 陸小鵬就酒杯兇了, 他就跟他斟滿他。 那些菜是玄風不動, 不過那些酒消耗得很快, 陸小鵬就突然擔高個頭, 看著柳清清, 她說, 你為甚麼不罵我一頓? 柳清清就說, 我為甚麼要罵你呢? 因為我是個壞人, 因為我… 你無謂為我難受, 我年紀大過你的。 我沒有野心說要嫁給你, 我只是想做你的朋友而已。 如果你喜歡, 我甚至可以做你的青虎。 陸小鵬又是虎少, 如果柳清清罵她一頓, 那她可能會覺得好受一點, 就算刮她也無所謂, 誰知, 柳清清偏偏偏不罵她, 不刮她。 她說, 我知道, 你一定不敢冒險的。 沒有, 沒有甚麼險? 大陸沒有的危險, 就算了, 那個妹子說得出, 做得到的。 其實她也不小了, 她今年十七歲了, 我十七歲大, 都嫁了人了。 對了, 你是不是還在想著阿雪呢? 陸小鵬就馬上領頭, 柳清清又說話。 你不想她, 那我反而擔心她了, 她這個人一向是很要面子的, 不肯認低威的。 你怕她會去死嗎? 那你就錯了, 她絕對不是那種看不開的女人, 而且我跟她都沒有到那種地步。 那柳清清就沒有再跟她爭辯了, 她看得出, 陸小鵬已經有幾分久矣。 這時候, 突然門外面有人說, 把她留一杯給我, 進來的居然是表哥, 柳清清就說了, 你甚麼時候開始覺得, 我會請你喝酒的? 我本來不是來喝酒的, 那你想來幹甚麼? 我是想來說一件消息給你聽, 那你喝甚麼酒? 因為這個消息不好 各位, 這事實, 那些壞消息就會令人想喝酒的。 聽那個人想喝, 說那個人一樣想喝。 那柳清清就馬上把手上的那杯酒遞過去, 等表哥喝完了, 她就問, 是甚麼消息?快點說吧。 表哥就說, 葉雪, 她已經上了通天國了。 柳清清一聽, 整個嘔吐了。 過了很久了, 她才轉身對著綠小鳳說。 哼, 這一魂, 你錯了。 綠小鳳就馬上問, 通天國究竟是甚麼地方, 表哥就告訴他, 是一間木頭屋, 就在通天崖上面。 通天崖, 就在後面山頭那塊高崖。 我好像沒見過這樣。 你當然沒見過, 這間木屋是臨時搭的。 那裡面有甚麼? 甚麼都沒有, 只有棺材和死人。 搭這間木屋, 就是為了要停放葉孤雄的靈舊。 阿雪上去, 好似就是打算和他哥哥一起火葬一樣。 這魂大件事了, 於是, 他們趕快趕去山崖了。 陰森森的山崖, 孤零零的木屋, 平台一樣的崖石下面, 站著三個人。 有海棋闊, 管家婆和老刀頭。 這裏山峰是很猛的, 他們三個人的面色都很難看, 木屋仔四周圍堆滿很多夫之。 表哥和柳青青走到老刀頭那裏, 綠小鳳遠遠就停下了。 他現在的心很亂, 他要等自己冷靜一下, 那柳青青就走上去問老刀頭了。 怎麼樣? 他進去多久了? 老刀頭的答案? 很久了。 是誰先發現他? 沒有人發現, 是他要我來的。 他叫在這裏守夜的人去叫我, 因為他還有最後一句話要跟我說。 那他, 他說了什麼? 他要我運出真空, 為他哥哥報仇。 他打算死, 那你為什麼不去勸他呢? 他說, 我一上去, 他就馬上死在我面前。 柳青青聽了, 沒有再問了。 他都知道, 葉書那份人是說得出, 做得到的。 呼呼聲山峰, 追到柳青青打了個冷震, 他說, 那, 那, 那我們難道就這樣, 眼白白看著他死了? 老刀頭就押下聲說了。 我就是等你們來, 你們說不是可以救得到他。 喏,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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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一定會吵架, 你就馬上衝進去, 抱著他 這個辦法不好 那你想不想到好一點的辦法呢? 劉青青當然想不出 想不出就唯有上去 劉青青的輕功真是不錯 表哥都不合他, 兩個人的確都可以算是頂級高手了 五六象高的山崖, 他們很快就上去了 木頭屋裏面就很安靜, 葉雪果然沒有發覺他們 劉青青打了個手勢, 表哥立刻從後面兜過去 然後跟著滾聲一下 那間是木屋, 撞爛牆進去一點都不難 不過滾聲之後, 跟著一聲慘叫 大家在下面似乎見到劍光一閃 立刻有個人從山崖上面一直滾下來 全身血淋淋, 竟然是表哥 又聽到葉雪在上面說 花寡婦, 你還不走, 我就要你陪我一起死 你回去告訴老刀頭, 如果他不想再傷人命 最好就不要叫人上來了 反正, 我都打算死在這裡了 唉, 那就不用漏清清回去說 大家都聽到清清楚楚了 老刀頭看著表哥, 他說 唉, 你是霸山孤島人的徒弟 你, 你一向自形武功很厲害 為甚麼這麼不中容 表哥這時候掩著肩膀的傷口 鮮血從手指那裡湧出來 額頭白斗這麼大顆汗 看來這劍傷得真的很重 他說 他…他…他好像早就口吃那樣 我一進去, 他把劍不斷發過來 我早就說過, 你們都不合得他 游魂死了, 將軍有重傷 我少了兩個高手 好, 若果再少了他 怎麼做大事 就在這陣子, 黑暗室中 突然之間有個人走上來說 誒, 或者我有辦法救得到他 講話的這個人就是獨孤美 老刀頭轉著頭問 你有辦法? 甚麼辦法? 好可惜, 我是個六親不應的人 我絕不會說無緣無故救人 你有甚麼條件? 我的條件很簡單, 我想儲個老婆 你想要誰? 大葉, 小葉, 花寡婦 隨便一個都行 你的辦法行不行? 只要你答應的, 就一定可以 只要是可以的, 我就答應 這樣可以了 我的辦法很簡單 只要把綠小鳳綁上去 我可以證明他就是殺葉姑雄的真兇 因為當時我在旁邊親眼見的 葉姑娘聽到我的話 殺我忍不住就衝下來 替他大哥報仇 到他親手殺了綠小鳳之後 那就是他又不想死了 綠小鳳, 不是你帶來的嗎? 那時候我只不過是剛好良心發言一次 我個人平時哪有良心 老刀頭想了一陣子 慢慢說進口 然後說 你這個辦法聽到好像不錯 說完, 拍一聲 他輕輕一巴 就把獨孤尾打得一坨泥 獨孤尾帶著說 我辦法不錯, 你還打我? 辦法是不錯 不過你這個人錯了 行 老刀頭第二次出手 獨孤尾都叫不出聲 綠小鳳還是遠遠的站在一邊 這時候 老刀頭就突然走過去拍拍他的肩子 說 你跟我來 於是 轉過一個山坳 老刀頭才停下 他說 獨孤尾的辦法 本來的確有效 你知不知道 我為何不用? 是否因為 你知道我不是真兇? 不是 那就因為你需要我 對 各位 他們兩個好像知道在對方面前沒有必要說謊 大概 他們都是那種不容易被人騙得到的人 令到他們之間覺得 你無謂騙我, 我也無謂騙你 那老刀頭又說 老刀頭又說 我已經老了 我知道良機失, 永不再來 我需要阿雪 因為 我要做一件大事 你們 都是我的計劃之中 不可以缺少的人 你是否想我去救他 是 是 世上如果還有一個人 可以令到他不想死的 這個人 就是你 那好吧, 我去 不過, 我也有個條件 是的, 各位 究竟陸小鳳有個什麼條件呢? 第119回 第119回 老刀頭說 如果世上還有一個人 可以勸得到葉雪不要死的 這個人就一定是陸小鳳這樣說 陸小鳳就說 好, 那我去勸他 不過, 我也有個條件 老刀頭問他什麼條件 陸小鳳就說 我要你給我24個時辰 24個時辰內 無論我做什麼你都不可以干涉 老刀頭一聽就說 嗯, 我知道 你這份人做事 一向喜歡用你自己的辦法 還有 從現在開始 我不准任何人逗留在可以見得到我的地方 只要你答應的 那兩天之後 我一定帶他回去見你 我要殺拗拗的 行 我保證沒有問題 那我就答應你了 各位 老刀頭答應 那些人當然是很快去走了 山崖上面 眨眼睛 就空空蕩蕩蕩了 葉樹仔在屋裡說 什麼人 陸小鳳答應 你應該知道我是什麼人 我見不到你, 不過你看到我 哼, 眨眼 你不想見我嗎 娜娜 你如果不想見我 為什麼又一直在等我 你知道我遲早一定會來 所以你還未死, 是不是 那陸小鳳呢 那陸小鳳呢 就一路說一路走過去 他講得很慢, 不過走得很快 突然之間 就到了木屋前面 他說 我現在就推門進來 我可以保證 附近絕對沒有別人 我推的 一聲 門就推開了 木屋裡邊 嚇得不得了 有對發光的眼睛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也不敢走那麼近 他說 你, 沒什麼對我說 其實, 你不說我也知道 你這樣做, 不只是為了我 只不過因為 你想要的東西, 沒試過被人搶走過 講到這裡, 黑暗之中 有寒光一閃, 似乎是劍光來的 咦? 他是想殺了陸小鳳 還是想死在陸小鳳面前 陸小鳳真是成鴨汗 當然了 現在是緊要關頭 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才行 別多差錯 他們兩個人之中 就起碼有一個人要死在這裡 所以, 陸小鳳就不可以做錯 也不可以說錯話 葉雪說話了 他說 我這樣做 是因為世上 已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生存下去 有啊 還有一個人 起碼還有一個 誰啊 就是你父親 我告訴你, 你父親沒有死 我昨晚還見過他 哼 哼 你不用做些事來騙我 我不是騙你, 真的不是騙你 現在我可以帶你去找他 真的可以帶你去的 你找得到嗎? 這樣吧 十二個時辰之內 如果找不到 我就負責再送你回來 讓你安安靜靜地死 好了吧 哼 好 好了 我就再相信你這一次 我包你一定不會後悔的 我包你一定不會後悔的 陸小鳳於是 就帶著葉雪走入黑暗的山谷松林之中 那這一魂呢 他就沒有當失路了 因為他上次來過之後 他就知道自己一定會再來 葉雪一聲都不出地跟著他走 好像是始終和他保持一段距離 走了很久了 然後 就聞到爛泥瓣那種味 陸小鳳立刻停下來 他說 昨天我便在這附近見到他 那現在他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在前面的沼澤那裡 不過 我們一定要等到天亮才可以再過去找 我們現在不如在這裏 休息一下吧 哼 我講過的 這魂 你如果再騙我呢 我未曾騙過你的 或許就是因為我沒有騙你 所以你才這麼恨我 葉雪轉轉頭不看他了 眼神似乎很累 那事實 他真是很累 身心都很累 不過 他就是不肯坐下 他一定要保持清醒 陸小鳳呢 就已經躺在地下的樂業上 閉上雙眼了 他閉上眼之後 葉雪才挖著他 不知道過了多久 葉雪的嘴唇開始震了 接著整個人都震了 那便似乎是突然之間 想起一件很得人驚的事 他出力咬著嘴唇 想控制著自己 那便很可惜 這個地方實在太過靜 他想的那件事 偏偏是女人都忍受不到的 他突然之間衝過去 他一腳踢到陸小鳳 勒骨 然後說 我恨死你 我恨死你 陸小鳳就抹開眼 好吃驚地看著他 昨晚 昨晚你和我妹妹 實在就在這裏 今天你又帶我來 你...你...你... 葉雪發瘋狂地整個人撲過去 捏著陸小鳳的喉嚨 那陸小鳳唯有抓住他的手 葉雪出力 他就唯有更加出力 於是乎 兩個人就在柔軟的樂業上面 滾來滾去 後來 陸小鳳突然發現 自己壓在人家身上 葉雪不停地喘氣 身體還柔軟過樂業 他出盡力 怎麼都回不了身 於是 他索性就不掙扎 就不反抗 因為太過接近了 陸小鳳見到他整面都是眼淚 就很想說去問他安慰他 就在這時候 沼澤那邊就傳來一陣歌聲 歌聲真是很淒慘 葉雪聽到就說 是他 陸小鳳就說 嗯 好像是 可能 可能他知道我們來了 叫我們去 於是 陸小鳳就站起來 然後就拉起葉雪 兩個人就一起向前走 很快就見到一片沼澤 對了各位 什麼叫沼澤呢 相信各位在電視電影那裡都見過 那沼澤 除了爛彈泥之外 還有那些吐到煤曬的樹葉 還有毒草 還有無數這麼多 連名字都未聽過的 蟲蟲蟻蟻 毒蛇毒蚊 還有騎仔那些東西 甚至 還可以找到 整千上萬種稀奇古怪的東西 見到都令人打爛陣 令人作嘔的 那兩個人走到沼澤邊就停下了 因為歌聲這陣時停下了 不過就見不到人 陸小鋒想說走前一點看看 誰知道一個不小心 有隻腳插進爛彈泥那裡 整個人都幾乎被拙了進去 幸好 縮腳又縮得快 因為爛彈泥 會越陷越深 葉雪見到這樣的情形就問 你說 他這麼久以來 一直都在這裏 嗯 我看就是 他在這裏 怎麼生活 因為他不想死 一個人 如果不想死 就什麼都可以忍受 陸小鋒這句話雖然很簡單 不過包含了很複雜深奧的道理 就唯有過來人才可以理解 這陣時 黑暗之中有個人說 你說得沒錯 不過 做錯了 你不應該帶她來的 陸小鋒就說 她不是愛人 她是你的女兒 陸小鋒回答就儘管回答 其實她是見不到人的 她見到沒有人答 又是對著黑暗暗的沼澤大聲地說 你不想她見你 你都應該見見她 她大過女兒的了 她 是不是更像以前那樣 還要一個人躲在黑暗裡 讓人家找不到她 各位 這個習慣就是葉雪的秘密 她對眼是天生可以在晚上看東西 好像貓頭鷹那樣 她自小喜歡躲在黑頂 因為她知道人家看不到她 她是可以看到人的 所以她一聽就知道 這個是她爸爸 所以葉柱大聲地說 你不讓我見你 我就死在這裏 嘩 嘩 會要脅 過了一陣 黑媽媽的沼澤那裏 出現一團黑影 似乎是一隻很古怪的船 一路飄過來 有個人影在船上說 黑媽媽的沼澤那裏 你 誰都要見我 我誰都要 陸小鳳 你不應該大距離 真是不應該的 阿雪 我可以讓你見我一面 不過 你見過 實會後悔 因為 我現在那個樣子 無論你變成什麼樣子 你都是我爸爸 在我心目中 你永遠都不會變的 你永遠都是天下最美 對我最好的男人 這時候 那隻飄浮的船 賣到來了 來他們大概兩丈遠 就看到了 葉雪立刻一個飛身 就飛了上去 陸小鳳就沒有攔阻他 陸小鳳看得出 他們父女之間 一定有很深厚的感情 陸小鳳於是這時候 很自然想起自己的父母 想到自己一生中 這麼孤獨和這麼寂寞 誰不知道 那艘船又像突然傳來 一聲葉雪的驚叫 接著 那艘船就慢慢移開 陸小鳳大聲說 你不可以帶她走 她既然是我的女兒 我為何不帶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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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小鳳 我知道 你就是玉樹劍客 葉玲峰 不過 我知道 你不是她一爸 你不是她 我為何不帶她走 不管我是她什麼人 我帶走她 回去 告訴父母 她知道 她如果想要人 叫她自己來 笑聲漸漸飄遠,船轉眼就不見了,神秘的沼澤又似乎剩下了, 綠小孔的牛左企道,過了很久了,他說 唉,我不用回去告訴你,他說的話,你每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各位,綠小孔就不是在自己和自己說話,船走了之後,他就知道老刀頭已經到了他身後面,他不用轉頭都可以知道 果然,他說完之後,老刀頭就接著話了 他說的話,我全部都聽到了,我一直和你保持很遠距離,也無干涉到你的所謂 我知道你這個人是有口齒的,你還知道甚麼? 我還知道,阿雪不是葉玲峰的女兒,是你的女兒,是不是? 唉呀,東西可以亂吃,話不可以亂說,不過老刀頭聽了之後,既無否認,也無承認 綠小孔就繼續說,就是因為葉玲峰知道了這件事,所以你才要殺他,推了他到山崖,是不是? 我想不到,他居然無死 他敢做人法,豈不是更慘過死? 嗯,他是想報仇 他因為不敢去找你,就唯有用這種辦法引你去找他 這個地方,他屬於你,又有阿雪在這裡做人質,他的機會比你好很多 嗯,我本來以為你絕對不會上當的了 誰不知,你還是被人利用了 幸好,我的期限還未到 不是你有把握在期限之內,找他回來嗎? 我沒有把握,不過我一定要去 哼,你打算怎麼去? 好像泥秋那樣,從爛泥辦那裡捐過去 我可以摘個木牌的 你摘的木牌,撞得動多少個人啊? 兩個人一起動手,摘的木牌,才可以撞得動兩個人 看來,你這份人,真是吃虧一點都不肯製的 各位,那繳紮旁邊就是叢林來的 於是,兩個人就齊齊動手,很快就斬低了十七八棵樹那麽多 就不是用刀來斬的,是用手來斬的 老刀頭就說,你來削樹上面那些枝丫,我去找繩 綠小鳳於是就說,跟你這種人一起做事,想不吃虧一點都不行 那麽綠小鳳雖然就明知你說削那些枝丫,當然是辛苦過去找繩的 不過沒有辦法,因爲他不知頭不知路,不知去哪裏才找得到繩 那麽其實,老刀頭也一樣找不到 他是趁綠小鳳護低身的時候,一掌就撤到綠小鳳的頸上 綠小鳳立即啪啪聲下,這樣就跌低了 到綠小鳳醒來的時候,就發覺自己是躺在柳青青那張大床那裏 屋裡頭就沒有人,床頭的小機仔那裏有瓶酒 瓶酒就押著一張小紙,上面是寫著 一時失手,吳傷磚頸,扯起有酒,何而壓驚 醒時不妨先作小飲,午時前後再來相見 那看完這張紙條,綠小鳳才發覺自己的頸好痛,好像是訓禮頸一樣,寧下都不行 那麽老刀頭當然不會失手,不過老刀頭為何要暗算他呢,為何不讓他去救葉雪呢 是的各位,如果你們都想知道的,明天同樣時間打個收音機 如果你們都想知道的,明天同樣時間打個收音機 那麽老刀頭當然不會失手,不過老刀頭為何要暗算他,為何不讓他去救葉雪呢 其中還有什麽不讓人知道的秘密,綠小鳳想不通 所以想不通,那時索性就不想了,拿起盡酒,下而喝了可也 大概喝了半瓶左右,外面突然有狗肺了 這樣開始是一隻狗肺,弄著一會變成三隻狗 有大狗、小狗、狗公、狗婆都有 受得嘀嘀,吵嘀嘀嘀嘀,吵嘀嘀嘀嘀嘀嘀法 嘶嘀,大山大靂來的 哪有得找這麼多狗啊 鹿小鳳忍不住出去看一看 一吹開門,嘿嘿,全都isser了 外面連一隻狗都沒有,只有一個人 一個桿桿粹粹的黑衣人 臉紅一紅,不過眼睛很有神 陸小鳳我一口氣問 你究竟是人還是狗? 那個人就說,既不是人,又不是狗 你是甚麼?我甚麼都不是 所以才來找你 你找我幹甚麼?你答應我一件事 我就說兩個消息給你 這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從我的口說出來,還有好消息 陸小鳳笑一笑,突然閃電這麼快出手 用兩隻手指一夾,就夾住他的鼻子 武林中最有價值的就是這兩隻手指 江湖中最有名的就是這下絕技 來的當然就是狗狼軍 狗狼軍根本是避不到 其實就算他明知道這兩隻手指要夾過來 他一樣是避不到的 陸小鳳就說,聽說狗臂是最靈的了 你說如果隻狗沒有了那個臂,怕他做狗都沒有滋味 狗狼軍被他捏到氣都吐不到,臉都滋紅了 陸小鳳立刻放開搜紋 說你的消息來聽聽聽 狗狼軍呢,吸了兩艘大氣,然後又炸炸地說 什麼消息 什麼消息 陸小鳳又是笑一笑 突然之間,又是閃電這麼快出手一夾 兩隻手指又夾中他的鼻子 狗狼軍又是避不開 陸小鳳等了一陣又是放開搜紋 你要說些事聽聽 這一魂,狗狼軍就不說實話也不行了 因為他終於明白,只要陸小鳳出手 他的鼻子就算收在哪裡都實聽被夾住 他就說,將軍,快去死了 小葉不見了 這兩個消息真的不太好 陸小鳳就馬上問了 那有沒有人知道小葉去了哪裡 連狗都不知道,何況是人 那將軍呢 將軍在那裡等死 我知道我自己出手不是很重的 我不想打死他,所以沒出多少力 除了你之外,這裡還有遞擊人 人家想殺他都入了我的錢 所以你應該明白我的好意 將軍和勞刀頭一向有交正 那即是我也很應該答應你的事 我只不過要你走的時候帶我出來 就這麼簡單 對你來說,是一件小事 對我,是一件大事 那好吧,我答應吧 那九郎軍聽了之後 突然之間整個跌跌跌下 扣了三個響頭 然後就說,我可惜沒有尾 如果不然我一看到你,起碼擺三次尾 那將軍現在在哪裡等死 將軍當然在將軍府 那九郎軍於是就帶著六小鳳去將軍府 那講得好聽,說是將軍府 不過,他這個銜頭因為他的名字叫做將軍 所以才叫做將軍府 那將軍府外面是一邊重林 九郎軍帶了六小鳳來之後就走了 六小鳳走入重林 重林之中就有人好像狗一樣在喘氣 那麼有氣喘呢,就真的好過沒有氣喘的 將軍現在連氣都沒得喘了 有個人就喘著氣騎在他那裡 用一對手就捏著他的喉嚨 這個人竟然是獨孤美 六小鳳見到這樣就衝過去 反手一巴,打到他飛了出去 望一望將軍,見他臉如甘子 好像是還有心跳的 又想很出力地張開雙眼來看六小鳳 好像是想有話說的 一個人臨死之前說出來的東西 通常都是很秘密的東西 不過很可惜,他連一個字都說不出 六小鳳於是忽低的身上聽一聲 聽一聲,喊入閉加火 連心跳都沒有了 獨孤美呢,這一陣子還在氣喘氣喘 六小鳳一手撿著他的心口問 你跟他有仇嗎? 獨孤美是領領的頭 那是不是他要殺你呢? 獨孤美又是領領的頭 那你為甚麼要殺他呢? 獨孤美漸漸又沒那麼氣喘了 他滾起雙眼反轉頭問說 你以為我真是六親不認獨孤美嗎? 六小鳳見他這麼問 真的覺得很奇怪 也覺得很意外 他說 你不是嗎? 你...你脫我的褲子來看看吧 六小鳳一聽,整個人打過頭 看著他很久了 然後才說 我沒試過脫男人褲子 不過這魂我可以破例 那獨孤美已經是個老人了 不過脫了褲子之後 他的屁肌的肌肉還是很結實的 他說 那你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樓 六小鳳當然是看到 那個樓比乒乓球還大 獨孤美就遞了把刀給六小鳳說 你用這把刀割開它 六小鳳這麼大的兒子 你都不知道做過多少離奇古怪的事 不過 他摺過這把刀之後 還是手震震 不過震都要割的 於是 來個聲 下刀了 那些腺血就猛出來了 有顆金丸和那些腺血一起 從割開的肉柳那裡 滾了出來 獨孤美又說 來 你再割開這顆丸 六小鳳又是一刀割下去 哎呀 發覺這顆金丸是用辣做的 包著那朕是金紙來的 裏面 就是一塊黃券 券上面寫著 武當掌門座下第四名弟子孫不變 風雨亦容改辦茶坊叛徒行蹤此語 那下面就不單止有武當掌教的大人 還有掌門石真人的親筆花額 獨孤美說 哎呀 你...你想完了 是...是掌門真人 要我在危急中用來證明身份的 未入武當之前 我本來是花四孤門下的弟子 花四孤的翼容術瞄著天下 不過為了小心謹慎 我又是投入了獨孤美的門下為老伯 逐逐用了十個月的時間去學她的陰庸小貓 一直等到我自認為萬無一室的時候 才出手殺了她 由我來代替獨孤美的 你...那你要茶坊的叛徒是誰 第一個就是石殼 那現在你找到她了 那...那也要多得你 那忠無骨是不是又是被你殺的 他...他也是武當的叛徒 叛徒也要死 玉柱劍客葉凌鋒 也就是小葉他爸爸 祖蓮是不是也曾經在武當門下 他...他和忠無骨都是武當的獨家弟子 都是被先祖師梅真人逐出門場的 梅真人是木道人的師兄來 執掌武當門戶十七年 才傳給現在的掌門人石硬的 我們研究了很久 都認為只有用獨孤美的身份來做掩護就最安全了 不過很可惜還是被將軍他看穿了 大家都以為將軍他受了很重傷 我都幾乎被他騙了 怎麼知道 你是將軍府養傷的人竟然不是將軍 那個人是獨孤美的老朋友 他知道獨孤美早年很多秘密 這麼壞我又不知道 被他問了兩問我就全部了 那我就唯有殺了他滅口 那你為甚麼要說這些秘密給我知道 因為現在事情危急了 我不說不行 我不只要你為我保守這個秘密 我還要你幫我一臂之力 我沒有辦法再在這裡蹲了 我一定要盡快回去武當 還有 其實我早就看出 你不是出賣朋友的人 我怎麼都不相信 你真的會去勾引西門追著老婆 當然是你們兩個合起來欺騙人的 因為你們都想揭穿這個幽靈山莊的秘密 是不是 綠小鳳看了他很久 嘆了一口大氣然後說 可惜,可惜 真是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你看錯人 你別忘了是誰帶你進來的 是嗎? 我沒有忘記 我都沒有忘記 你兩天內就害過我三次了 如果不是老刀頭 我就已經被你害死了 難道你看不出來 那些都是我特意給他們看的 那我看不出來 好 你好 好 我不好 我一點都不好 那你就去死了 喝聲之中 這個酸不變突然整個撲起 手指尖呢 離陸小鳳的胸口真的未到半尺 掌心突然向外面一推 直打圓擊月 他用的正是武當小天星的掌力 而且認月是很準的 不可惜 他的掌力打出去的時候 陸小鳳的圓擊月早就不在那裡 他整個人都不在那裡 算不便手掌一番 圓鳥或沙 平沙落眼 北硬南飛 一照三色 這套輕靈綿密的武當掌法 從他手上打出來 不單止功力很好 變化也都很快 陸小鳳說 蛤 石道人門下的弟子 果然厲害 這兩句說話說完 孫不變的招式都打空了 無論他出手幾快都好 陸小鳳好像始終都快他一步 對武當掌法的套路運用 陸小鳳好像還在行過他 所以孫不變就突然停著手問 陸小鳳 你也練過武當功夫嗎 陸小鳳笑一笑說 我沒有練過武當功夫 不過我有很多武當的朋友 那你更加應該幫我走 可惜你又不是我的朋友 你救過我一次就害我三次 現在我又讓了你八招 我們的帳早就結清了 輪到我打你了 陸小鳳用的居顯 也是武當小天星的掌力 掌心向外一推 打的也是圓機穴 孫不變一個翻身 好問水才避開了這一掌 不過避得開這一招 避不開第二招 剛剛才避開 陸小鳳的左掌已經砍到了 一聲砍在他後頸的大血管那裡 孫不變馬上跌下跌下 陸小鳳說 你不知道我有兩下 孫不變其實也知道他第二下會怎麼出手 不過就是想不到陸小鳳會快得這麼淒涼 孫不變踏下跌下之後 陸小鳳就帶他去見老刀頭 陸小鳳坐在那張很舊很闊大的木椅那裡 看著陸小鳳 他張舊木椅就好像是他的老朋友那樣 他坐得很舒服的 可惜陸小鳳這時候還是看不到他的臉 孫不變就在陸小鳳的面前 他連看都不看一眼 就只是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指著孫不變說 這個人是奸細 是從武當來的奸細 老刀頭就說 你為什麼不殺了他? 我沒有權殺人 也不想殺人 那你就應該放了他 放了他? 真正的奸細早就死了 從來沒有一個在這裡過到第三天 那就是他不是? 他是就是奸細 不過就不是武當的奸細 是我的 很多年前 我就送了他去武當臥底了 你不用生氣 你應該多謝他才是 什麼?我為什麼要多謝他? 就是因為他 我才完全信任你 是你派他去試探我嗎? 是 有些人 天生就是做奸細 你說他 沒錯 陸小鳳於是嘆了一口氣 突然間一腳就把孫不變 然後才撞他出門口 老刀頭說 做奸細 還有一件不好 就是 經常會被人踢兩腳 撈柔的 做人做到我這樣夠不好 我拼命去救人家的女兒 誰知道人家還要斬我一掌 其實 你自己都應該知道 我不能讓你去救她 我不知道 沼澤裡頭不但到處都有殺人的陷阱 而且還有樓沙 一陷下去 就屍屍都沒有了 我怎麼能讓你去冒險 為甚麼不讓 因為我需要你 將軍和忠無骨都死了 現在 你已經是我的左右手了 如果連手都沒有了 那 我計劃了這麼久的大事 就和了 你就是說 現在 你不可以少了我 沒錯 陸小鳳看著老刀頭 笑了笑 就在他笑的時候 他整個人都飄飄過去 想揭露刀頭那頂竹帽 老刀頭呢 還是坐著沒有動的 但是陸小鳳就撲了個胸 因為陸小鳳連人大凳一起移開了 陸小鳳於是嘆了一口氣 站好 他知道 沒有 偷襲都不行 再去就更加難得手了 老刀頭就問了 你 想看下我的樣子 是 你要我和你去死 起碼都應該讓我看看你究竟是個甚麼人 是的 各位 其實陸小鳳的要求不算過份 究竟老刀頭怎麼處置陸小鳳呢 不算過份 究竟老刀頭怎麼處置陸小鳳呢 好